以色列的极右派政府通过了一项法律,削弱了最高法院的权力,引发了全所未斗抗议。 一起来看看发生了什么事。 抗议活动从今年1月开始,当时极右派的政府提议对国家司法体系进行一系列的变革。 在以色列,最高法院一直拥有权力能够宣布议会通过的法律是违宪的。 然而,政府提出了一项法案将以三个主要方式削弱最高法院的权力。 首先是剥夺最高法院宣判政府决定是否合理的权力。 第二,允许议会以多数票推翻最高法院的决定。 第三,重组最高法院法官的委员会,以便政府控制选拔成员。 政府表示这是必要的,因为跟经由选举产生的政治人物比起来, 最高法院是由未经选举产生的法官而组成,但却拥有过多的权力。 然而,抗议者和批评家认为,这些变革将削弱最高法院的独立性, 并给予政府过多的权力。 抗议者表示,这可能允许政府推进右翼思想的意图, 包括在被占领的西岸建设以色列定居点。 还有担心这些变革会保护现任总理纳坦雅胡, 免于他目前面临的贪污判决。 由于抗议活动,纳坦雅胡在三月份被迫暂停推进改革。 但是在7月24日,国会在反对派敌制投票后通过了改革的第一部分, 禁止最高法院宣布政府决定不合理。 这个决定引发了大规模抗议, 这也是以色列75年历史上规模最大, 持续时间最久的抗议。 抗议者包括学者、科技领袖, 以及数千名来自工会和军事预备役的人, 他们威胁要从以色列国防军罢工。 7月26日,最高法院宣布将审查这项新法律, 听取人们对该法的上诉, 但这个过程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。 追踪Almost看更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故事。